大家所看到的电车叫做都电荒川县 这条线是东京23区内唯一的路面电车 今天两位小姐姐来到的是都电荒川县的始发站 走道铁站 他们将从这里展开全新的电车之旅 练闹都有时机 东京天 今天又来跑这个小鱼了 然后昨天你没玩赛马了吗 对 还有剩下的钱多少钱 我剩了6900块 我的话4800 不到5000 由于两个小姐姐上一期玩赛马失利 本金越来越少了 这次他们只能用仅剩的资金进行今天的旅行啦 今天用那个钱来去吃饭 今天两位小姐姐依旧还是头甩子 本次的目的地是更深者站 距离始发站一共9站 最先到达指定地点的就算赢 而输的一方必须要请赢的一方吃饭 超鱼是日本的一个中老年聚之地 这是日本的中老年人活动中心 这个超鱼 那边有中古店 然后那个中古店里面卖的是 就是老年人穿的衣服 二手的衣服 但是他们对年轻人来说很时尚 对对对对对年轻人来说很时尚 真的吗 你都不懂嘛你看 你也没以前这个 然后去看一下中古店好了 来吧 来 来 你不要看我的结果 哎呀 很精彩 哎今天太弱了 三点又是三点 收起来还好 这都美的 三点 三点 哈哈 呀 咦 怎么 东京的地点站有河地点站 对啊 距离很近的地方 对对对 我要坐在 鬼姿母身前的名字 到了 转眼街小溪姐姐就到达了最后的地方 到了现在 现在要那个抽签 路人帮忙 很暗 很专门 我们一起坐在这线上着了 是每中午的是 是吗 这个摆拳的地方 我商业在这里 有名吗 真的吗 好像没有那么多 好吃吗 好吃 我初试吃了 直柔的地方 职场是这边 已经知道了 是不是 但是 謝謝 我們再去其他人 不好意思 在地面的人中 有些好吃的食物 對 味噌好吃嗎 好吃嗎 謝謝 如果有人說好吃 沒辦法就去吃這個 等一下 塩麵 那是塩麵 謝謝 小溪姐姐在路人大街一下 買了附近的菠蘿蔔 看起來很好吃 它裡面有那個鮮奶油 いただきます 好美味 外面那個皮很厚 這裡很脆很脆 裡面的奶油超級新鮮 然後很蓬鬆很軟 然後 小溪姐姐也很快到達了 她在小溪滴滴 對 恭喜再一次 登陣 哇 哇 滅了 對手 原地暫停 我們趕快給他們打電話 趕快趕快 我抽到了 對手原地暫停 20分鐘 那就是從現在開始對吧 好的 好的知道了 可憐的小溪姐姐只能在雲地等待 可憐的小溪姐姐只能在雲地等待 而小溪姐姐只奔她的下一個目的地 2 2 3 5 1 2 我們趕快坐車吧 我們不能慢慢的車 我們不能慢慢的車 我們在這邊下車 對啊 你看看 你看看 很難的 很難的 這是很難的 上大學的時候 多多參加這種活動 我推薦你們 要享受青春 你很年輕的時候是有限的 你看看 你看看 真的 這什麼金剛星 金剛星大挑戰 對 ユーチ 在 每一世界 都 都是 午餐 只能 你看看 很難的 呃 Y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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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会灭了他们的 只有肠脏那种感觉 真的不好意思 20分钟的等待时间也差不多快过去了 让我们看看小溪姐姐那边的情况吧 3 2 3 2 3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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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点厉害 不是一般的能够抛起来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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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中放泥 夜中 六星 まなな 猟 esperar 直接去桌子 但我不知他们应该去吃吧 到了 哦 到了 すごい 着いた瞬間 骨子屋さんもある 欸 吃到了 我这边有很多老人爱吃的 你吃什么 欸 为什么这里有店吗 这边是我们的母亲的家庭 哦 这边是我们的家庭 这个叫OHAGI 外面是粉豆 里面有馍鸡 这个是粉豆 好吃 好吃 酸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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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全是大叔 这个画风 我们穿的衣服也不一样 年龄也不一样 气氛也不一样 小熙姐姐凭借自己的好恋 衰新到达了终点 小熙姐姐此时租客还在路上 昨天的小熙的小熙 我妈的帽子 全身在那里 全身在那里 她们已经在了 你们已经在吃了 对啊 你们太晚了 我们已经去了一个人 我们也吃了很好吃的美龙汤 这边 那边这边 哦 商店街 潮鸭商店街位于都店洪川县耕山主站 这里有老年人喜欢的各种各样的点心店 餐厅和二手店 所以这里也被日本人称为老年人的元素 那边这边是很恐怖的 最后一边的大便 有一个小熙的小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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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吃 有一个小熙的小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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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串 这也不知道什么 味道 是味道 对 味道鱼串 味道鱼串 然后就说这个是最好吃的 对对对 这个是好吃的 哈哈哈哈 三点的来 小雪姐姐点的是钓鱼盖饭 新鲜的鱼肉搭配日式无菌蛋 非常爽滑鲜美 我来给你打个打轻了 对 太开心了 我吃到这么好 我好心痛 我的心在滴血 我的心在滴血 你的血是缓寸的吗 对的 好好吃的 这个滴的都是滴血 不要 戳破它 不要 大大大 嗯 嗯 嗯 鱼和鸡蛋 一起吃起来很麻烦 然后 鱼的味道 应该有一点一点混合 所以 这种鱼的话 很有经验的人才可以做出来 小雪姐姐点的竹家鱼茶泡饭 是由剁碎的竹家鱼和味噌一起搅拌而成 口味咸鲜 包上茶一起吃更有一番风味呢 中国内陆的人到了日本会不是那个案子的味道 因为觉得它有一点腥味嘛 嗯 嗯 我的最好吃 哈哈 它里面有那个小小的像黄豆一样的 这个是味噌 然后里面这个竹家鱼是切碎了的 所以就是放到嘴里跟饭一起吃之后 就感觉它很合很搭这个饭 感觉可以下饭很下饭 对对对 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 直接全部都好吃吗 一点点 怪不得我这个要等这么久 因为 现在 我估计它要切半天 然后还要弄 而且这个好好吃 嗯 嗯 嗯 这个真的好吃 哈哈 因为它加了茶之后 感觉完全又是另外一种味道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 它就变了那个 它是刚刚一了 正是 一些老板 那是 最初是鱼是鱼的,是鱼的鱼的鱼 鱼的鱼的鱼 是不一般的 新鮮的鱼 也不是鱼 鱼鱼的鱼 是啊 好的 所以技術是完成的 是的 我肯定是鱼的鱼 哇 凄い 這就是鱼 这一盒最重要 哪一盒最重要的? 是一盒短的 这一盒最重要的 肩并 这个是最短的 这个是多少年? 这个是35年 这个是最好的使用 拥有40年厨师经历的老爷爷的道法 可以说是如火出青了 8万元 这一年 这一年 我照样和食物来一个热恋 哈哈